廖佩君 廖佩君 就從你的題目開始 來討論 他提出 我剛開始 第一眼看到你提出來的題目的時候 要成為一位優秀的劇場攝影師 需具備什麼條件 那我心裡面的想法是說 這種問題還有人在問嗎 對 但是後來我又轉念一想 其實這是一個很一般性的普通的問題 但是相對的它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如果真的要討論這件事的話 剛剛有跟方婷小姐談說 這可能你要拍一門課講 兩個學期都說不一定講得完 那我先想請問說 你這裡面所說的劇場攝影師 是指商業的攝影師還是一般的 應該是一般因為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活動的時候 它上面的主題是劇場攝影師 那因為我們在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攝影師 然後常常會看到有不同的攝影師的類別 比如說有劇場攝影師啊 或者是一般的商業記者攝影師啊 或者是 就是雜誌或者是 OK 的攝影師 所以 這是一個比較 大眾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有 它如果有細分在裡面問的話 它有不同便利的話 OK 也許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商業 其實 對我來講 只要是有 金錢來往 都算商業 包括譬如說 像今天 你就算是一個攝影記者 但是因為你是有金錢 對 這都是有金錢 因為你是有所得的 對 那在劇場這一塊 大概 我也大概是這樣 這樣區分 就包括譬如說雜誌 或者是你今天雜誌 找你去做 做一個拍攝 不管是拍子 才劇照或做採訪 那 或者是你自己投稿 因為有稿酬 所以都算商業 那 劇場攝影有非商業嗎 有 就是拍幕後 幕後基本上 在台灣基本上 是不會有人 有劇團 就是請人 特別去拍 我們一般幕後會 比較說是 台戲這一塊 那其實幕後 基本上是台前 台上的正式演出 正式的開演之外 還有包括 總彩排的劇照之外 其他都屬於幕後 對 那這範圍是蠻 蠻廣的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 會比較是放在幕後 幕後這一塊 因為劇照是我們平常 就是說你們不管是在雜誌 或一般媒體上比較看到 大部分都是劇照 這一塊的報導 像 演出前的介紹 或者是演出後的劇品 那通常一般看到都是劇照 那比較少人去 非常少數人 包括一些有在拍劇場的 我們也很少去花時間去再做幕後 記錄這一塊 那其實幕後 是一個很精彩 非常非常精彩的地方 那好我們先談就是說 那如果說我今天就基本上不去設計 因為商業攝影這一塊 設計的層面很多 比非商業這個所要考慮的層面 是更廣的 因為你要面對 面對的不占純只是 也可講起來就是說 非商業你面對的是自己 面對自己 那當然在商業跟非商業之間 你面對的都是 背色者都是你要面對的 但是在目前跟幕後 你面對的背色者 其實他就算同一個演員 他在台前幕後 其實他的角色是不一樣 你面對的一個生命狀態是不一樣的 那我今天講的重點 就是跟大家討論的重點 主要是放在幕後這一塊 對 那我們講真人圖書館 其實就是說好像把我比成 其實我是還沒到一本書的程序 而且我們通常要尋求 有時候讀一本書是 有時候要一種學習或找答案 但是今天可能我跟各位的對話當中 你未必能夠從我的對話解破 甚至可能對我講的某些話 甚至可能產生更多的疑惑 對 我想這些疑惑你都可以提出批批 或再更多的討論 好 那就是說 那在幕後這一塊 我們要怎麼成為優秀呢 我的一個方法就是減法 不是數學的加減乘數的減法 而是簡單的減 減法 就是讓一切簡單純粹化 那一個方法就是拿掉紡織 模仿的方法 對 紡織 那我們通常一般人在學攝影的時候 都會幾乎到多人都會從模仿開始 比如說你找到一位你喜歡的 一個攝影家一個形式 你喜歡他的樣貌 然後你會開始去學它 所以模仿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學習 學習的開始 當然模仿 雖然模仿是難眉的 但是我們不要複製 不要影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把相機丟掉 那為什麼要丟掉相機 那我們要用什麼拍照 就用你的身體去拍照 那第三個就是 丟掉數位 丟掉底片 對 那個 攝影其實跟你是用數位或底片 特別像最近這幾年 非常流行 所謂的復古 回覆到用底片去拍照 那這數位跟底片之間其實沒有 沒有對錯 沒有好壞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自己心裡面要丟掉數位 丟掉底片 這種繼承的主觀意識 然後 第二個就是 丟掉大師 大師 對 攝影大師 我們心裡面 要想辦法把攝影大師丟掉 那 丟掉他們並不是說 不要他們或是什麼 因為他們是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那這跟 剛剛第一個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要丟掉 仿具 是有這種相對應的關係 對 就是說你心裡面不要一直 老是 存在那個大師的影子 一直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要想辦法把那個影子拿掉 那為什麼要丟掉大師 要 離開 剖開 模仿這件事情 就是要 找回你自己 你要有自己的思考 要有自己的思考 所以 所以我們基本上 攝影 它並不是拍照 不是按換這件事情 雖然說拍照是攝影 但是攝影不是拍照 對 我常常 有時候會開玩笑說 我們到兩天 因為要看眼前 這個都會提醒你 靜止攝影或拍照 那其實就表示攝影 拍照是不一樣 對 這是開玩笑 OK 好 可以再請問一下 就是剛才有講到說 要丟掉相機 用攝影 攝影去攝影 對 這是什麼 什麼意思 好 那這就 這就我要轉到說 我們為什麼要 我今天為什麼要把重點 放在幕後 幕後影像的紀錄這一塊 那我接觸舞台攝影 大概有二十多年 二十年出頭 那我後一開始我就 因為我是從小看 看電影看表演長大 因為小時候 因為那個 我住鄉下 那我們那邊有兩家戲院 對 那都是我儀仗開的 所以我從小 那年前 幾年 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跑去看電影 或看戲 對 那所以有時候我就像那個 新天堂類女 那小孩子 常常跑到放音室去看 那個放音室放電影 對 所以小時候的生活是 是蠻豐富的 所以相對的 當我一開始接觸 當初會開 開舞台 一開始是興趣 因為你喜歡看表演 然後對攝影有興趣 所以你就會想要去記錄一些東西 那一開始也是一樣 就是說 先是跟大部分人一樣是拍劇照 拍表演 正式演出 然後後來慢慢 覺得 欸 幕後 其實有蠻多東西 可以去發展 所以 就 慢慢把很多 更多的時間 投入到幕後這一塊 那在幕後這一塊 你在 紀錄幕後的時候 其實 譬如說像排練場 空間 我剛剛講 其實攝影 為什麼它不只是拍照 那你進入拍練場空間的時候 剛開始其實你也是一個 單純的紀錄 但是後來慢慢你發覺 其實你在拍練場 面對的 面對的 它 因為 你 譬如說以同一個戲來講 你在演出之前 你可能會在幾個不一樣的空間 做排練 然後 我們 演員 在拍練場裡面 的 不管是演員 或導演 他每一個人所扮演的 對我來講 他不只是一個 一個角色 他的生命狀態 是兩到三個生命狀態的 對 那你在記錄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需要去思考一些東西 那因為我自己平常是新聞攝影記者 對 那攝影記者面對的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對一個真實的世界 其實舞台上的創作 基本上講起來大部分的作品 不管是音樂 戲劇 或舞蹈 其實它的主題 特別是一些有故事的 都是取材於現實人生 對 然後把它編寫成劇本 你這劇本可能是音樂的 可能是舞蹈的 用不同形式的表演形式去做呈現 對 那所以 在我們常常講 舞台上的表演其實是虛的 那為什麼是虛的呢 因為它跟現實生活其實是不一樣 因為它是經過一個設計 一個集體重做許多藝術家 導演 表演者 特別是舞台設計家 他們去設計一個空間 然後在一個特定時間 在一個特定時間下 所做的一個藝術 比較藝術性的呈現 所以它相對真實生活 它是虛的 對 但是它的內在未必是虛的 但是相對應於幕後的這一切 包括就說不管從台戲 其實在正式演出之前 所有的行為這些行為都是台戲 包括導演他自己一個人 在任何地方寫劇本 都對我來講 都這也是幕後的一部分 那這個幕後的這一切 其實它都是這些人的 真實生活的樣貌 所以它是實的 對 那相對因為我平常是攝影記者 我面對的是一個很實在的 現實的社會 那所以當我今天進入到了幕後的時候 我面對的也是一個現實的人生 對 所以比如說一個演員 他在一個排練場場域裡面 他是自己 呈現自己的一個生命狀態 同時也呈現了一個舞台上 這個一個演出所設定的角色的生命狀態 對 那導演呢 其實他是一個導演 那導演變成他在排練空間的時候 他導演變成他是一個 演出導演這個角色的一個演員 對 他的現實生活中他是一個導演 但是在排練場空間 他是在演導演這個角色 對 但是演出 真實演出的時候 導演是不會在舞台上的 對 所以他的舞台 導演的舞台是在幕後 導演的舞台是在幕後 對 所以那個幕後 他是一個既時又 但是基本上是相對於 去應於目前的演出 他是更為真實的 而且你在這拍攝紀錄幕後的過程中 你會去慢慢相對照 比如說以我來講 我會去相對照 我平常在現實生活中的一些 採訪的現實狀態 其實他會有很多是可以相對應的 相連結的關係 互動關係在這裡 那在這裡面 不同的空間 這是一個人的部分 那空間呢 空間 其實空間 比如說這個空間 我們今天我們在這個空間 跟大家討論 跟我們或許到 比如說這邊是音樂廳 我們到四樓交易廳 到一樓的演奏廳 或是到二樓的大廳 對 在那邊互動 其實我們都會呈現不一樣的互動關係 那這種關係其實是很微妙的 對 對 對有些人來講 可能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對有些人講 會產生不一樣的思考 或生命 他自己的生命狀態 會產生一種不一樣的樣貌 那每一個空間 其實空間是有生命的 因為 譬如說我們今天 假設說我們現在是有開冷氣 那如果你把冷氣關掉的話 你可能外面的溫度 你這邊的溫度可能會比外面的溫度高 那相對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對 對 還有光線 對 所以這邊一除細它的產生 它可能會 有些甚至會經過五個不一樣的空間 特別像小劇場 因為 對 所以它可能會呈現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空間 有不一樣的生命狀態 對 那演員其實也會受到空間 空間的影響 它的情緒 對 那情緒 每個演員跟演員之間的情緒 它會受到 主要是跟導演是有互動關係的 對 除了跟其他演員之外 那導演跟他的互動關係是最直接的 但是你一到了實際的舞台演出的時候 導演這層關係是減弱掉的 它心裡面可能還是會怪到之外 但是沒有在排練場空間那麼直接 而且很多排練空間 有些空間是比這個甚至更小的 對 有機會或許兩天可以安排 就是說 可以看牌 對 或許哪一天就是說 這個廚師館這邊可以安排 類似看牌這種活動 那或許各位就可以比較能夠體會 我在講的這件事情 我曾經在2014年就是前年 就是澳門文化局 他們主辦一年一度那個藝術節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那個攝影舞台 攝影工作坊 那時候我去帶攝影工作坊 基本上我就帶著參加的人 我們基本上沒有上課 那我們的課在哪裡 就是在排練場 就是帶著他們實際去接近排練場 那這都是他們之前所沒有過的經驗 那好 那今天就是說回到 那我記錄排練場 你在拍攝的過程中 其實你慢慢的 那個德國導演Win Winters 他寫了一本書叫 台灣這邊翻譯叫做一次 有興趣的話可以拿來看 他講歸去的話 其實他說攝影有點像攝集 高中的時候有上過攝集課 有打反過 那攝集他 你開槍的時候 其實你要是要瞄準 其實那種瞄準就好像 你在拍照的時候叫 在對焦你的就是對色者一樣 對 然後你按快門就好像摳了反擊 但是 攝集的時候 他是有一種反作用力 會回到自己身上 對 但是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因為沒有那種反作用力 那其實他相對應 他也是會有一種回饋到你身上 可能一般人不會去感感受到這個 那他回饋到哪裡呢 回饋到你從你拍攝影像上 可以看得到 對 所以當我能進到那個幕後在 譬如說排練的時候 你在拍導演 拍演員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翻译 从他的观点 如果要做一个很好的摄影师的话 第一個是要有一個 首先要有好的工具 就是要有好的照相機 然後第二個就是 要對於好的照相機的使用技巧 要非常的熟練 要常常練習 要練習 對 才習到一些牌子 那基本上先生講的是完全對的 那基本上這比較跟我剛一開始講到 就是說屬於商業性這一塊會有密切的關係 那我會提到就是說 我在做那個報名藝術節這個工作方案的時候 像我其中 我一開始文化局當初問我說 來報名的人 是不是有規定他們一定要使用什麼器材 我說沒有 從手機只要能夠拍照的都可以 後來有一位學員 他自己沒有相機 然後他就跟人家借了一台 老式的Sony那種 那個舊的攝影機 對 就是畫素不高 然後他也不太會使用 所以 然後他拍的部分又是舞蹈 對 他是被安排在 他自己選擇了拍舞蹈 舞蹈這一組 我們那時候有幾個不一樣的戲 有舞蹈 有戲劇 有傳統戲趣 對 然後他選擇了舞蹈這一塊 那等於是說他這裡本身沒有相機 所以可以想見他沒有什麼攝影的技巧 對 所以後來我看他拍出來的照片 很多是濕焦的 或是因為畫素不高 所以畫素非常的粗糙 然後很多是因為台電空間通常光線很暗 所以有些是漫術判文下出來的 他有焦 但是他 糊了 對 糊了 但是 因為他本身是一位美術老師 他是一個畫家 對 他焦 焦美術 但是我從他的照片裡面 他也沒有什麼 什麼黃金比例的 的構圖 沒有 前一陣子那個網路上很流傳 在討論那個大陸電視劇 狼野吧 對 那所謂的幾個黃金構圖 也沒有 他也沒有所謂的黃金構圖的考圖 但是我從他的照片裡面 看到了 看到了 那個一種生命 對 那不只是具有藝術性的 而且他有抓到人 就是說 背色者 背色者 那些舞者 舞者 在那種空間之下 他們所呈現的生命 然後也呈現了 那一個無碼 所想要說的 一個主題意思 對 那因為 那是跟構圖有關嗎 構圖 他的構圖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畫家 所以他的構圖 基本上就是隨心 就是隨心 他不會刻意去想到說 黃金比翼的三角構圖 這一類的東西 或是水平線不可以放在中間 或是怎樣 對 像我拍照常常是把水平線放在中間 我在拍照的時候 我心裡面也沒有這些所謂 方金構圖的東西 對 但是對一些初學者 或許他是有必要的 就好像 我們在練功夫 譬如說 好 你今天就是一定要蹲馬步 對 你一些基本功要念 但是之後 你慢慢就是要把這些東西丟掉 對 就是丟掉 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如果一直在想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綁住你自己 然後讓自己不自由 對 那在拍幕後呢 拍劇照相對於在拍劇照來講 他是比較自視的 對 那拍劇照有時候 通常一般就是跟商業人 因為一般人比較 劇場會花錢 你去拍劇照 對 或者是你今天媒體 為了要做新聞報導 為了要做那個劇批 對 所以會去拍彩排 或記者會拍一些劇照 所以劇照比較類似 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集體創作 是一個集體創作 所以它比較是一種 然後舞台正式演出的呈現 比較像是一種記憶 記憶的反覆 反覆呈現 對 那是誰的記憶的反覆呈現 是演員 演員 還有 那舞台設計通常就固定在那邊 比較主要是演員 他之前的記憶 他演出兩場 那就是他兩次 他把這一場就是 之前所累積的記憶 再重複的一種呈現 他是一種記憶的呈現 對 但是幕後呢 幕後就不是了 幕後的影像紀錄 就不是這個樣子 他 你能碰到你每一次 因為你可能 每一次的空間 是不一樣的 時間不一樣的 可能是早上 可能是下午 可能是晚上 對 那 你一個演員 他在不同的時空 條件之下 他今天 可能早上出門的時候 他可能前一晚上 因為大部分的 一文圈 不要一圈 很多都是夜貓子 他可能 你今天排在他早上 做排戲的時候 他可能 只睡了兩三個鐘頭 甚至只睡一個鐘頭 他就來排戲了 跟晚上排戲 的狀態 精神狀態 可不一樣 但是晚上他有可能是 他白天必須要去做其他工作 上其他班 對 對 所以 每一次的排戲狀態 雖然你可能排的是 同樣一場戲 但是你的 你自己本身的生命狀態 是不一樣的 跟正式演出的生命狀態 其實是不一樣的 他有記憶的成分 但是那個記憶 是會隨機隨緣轉化的 所以相對於 你今天你進入 你今天在做後台的影像紀錄的時候 你相對於你自己 是要有想法 你必須要很敏銳的去 去看見這些東西 然後你會看見 導演跟演員之間的互動關係 其他這之間可能會有 導演甚至會有責罵 對 那甚至會有雙方的辯論 對這些都是在 正式演出是看不到的 對 那可能這一次的排戲 演員跟導演之間會有 會有阿九會有辯論 甚至於爭吵 但是到下一次的排戲 可能因為溝通了 有良好的互動溝通 下一場 大家知道該怎麼走下一步了 他的進行又很順利了 對 所以每一次的排戲狀態 它是活的 對 就跟我們每一天 你每一天雖然 就好像你每一天早晨起床 你每天做著 吃的是一樣的早餐 像我每天吃的幾乎都是一樣的早餐 沒什麼變化 但是 你同樣 畢竟你如果是煮熱死的時候 你的溫度 你放到餐桌上 你入口的那一刻 可能你今天的溫度跟昨天的溫度是不一樣 你今天沖的咖啡 可能你時間比較沖住 你手沖咖啡跟昨天早上手沖咖啡的口感又不一樣 雖然它已經慢慢的維持 約到後頭 你會越來 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小 一直到舞台上 甚至其實在正式演出的時候 第一場的演出 甚至也會跟第二場 會有不一樣的呈現 那因為特別是在台灣 因為台灣的演出場地的關係 我發覺常常往往很多時候 第一場演出是所謂的總彩排 第二場才是正式演出 對 所以有些劇品並不是那麼未必精確 我們只是把它當作長稿 根本來說很多劇品有 就是說寫評論的它自己本身有一些 有時候會有一些主觀的意識存在 所以台灣的劇品基本上只能參考 嚴格講解只能參考 那所以這就回到就是說 為什麼攝影不是拍照這件事 是一種思想 攝影跟拍照不一樣嗎 對 攝影就不是拿了照相不一樣 拍照是攝影 拍照是攝影沒錯 對 拍照是攝影 攝影不一定拍照 攝影不等於拍照 不等於拍照 對 攝影還有其他嗎 有 拍照以外還有其他方式 對 那我剛剛也大概有提到 對 那拍照當然是攝影 但是攝影不只是拍照 安快點拍照這件事情 我指的就是說 這件事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拍照是 譬如說 像最近很流行的 那個 寶萊 那個抓把 寶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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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其實很多人也都是無意識的 他發覺這邊有寶可抓就抓了 然後就聚集一堆人 對 這裡有很多寶 譬如說像貝頭公園 對 是一個熱門景點 那很多人 那攝影 今天譬如說 很多活動 然後 像 特別像 譬如說有一些3C展覽 或者是電子展覽 或是電子展覽 因為有漂亮的模特兒 所以就會 跑了很多 很多攝影去拍照 為了拍 拍好看的照片 對 所以 有時候那是一種無意識的 對 那跟 我們今天 講 我所要 跟大家討論的攝影 基本上 的攝影師不一樣 因為攝影師必須要經過思考 因為你有想法 譬如說我 你今天你如果接觸 幕後舞台幕後的時間久 有機會 你接觸的時間久了 然後你慢慢會去思考一些東西 因為你會跟現實生活 相對應的去思考一些東西 包括生命 生命這件東西 對 因為你有些人的生命狀態裡面 不一定有拍照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拍照容易多了 因為手機很容易就可以 隨時都可以拍照 對 隨時隨時都可以拍照 那跟以前 就是說手機在可以拍照之前 在數位攝影 八米之前 拍照其實並不是多數人 多數人有日常生活 他並不在他日常生活裡面 對 那現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幾乎拍照是 甚至是每天都有的行為 對 但是攝影 就是說攝影思考這件事情 並不是每一個人 會去想的 比如說 他必須採取最好的角度照 對 那也是一種 藝術 對 對 那攝影它所涉及的已經不單純 是藝術這個東西 攝影也是一種藝術 跟繪畫一樣 對 它也是一種藝術 但是它也不只包含藝術 比如說 像我 其實 我長期以來 我自己定位是一個 即使攝影者 就是我們一般用 講 documental 就是一般翻證 報答攝影 那我比較會用即使攝影 來說 那即使攝影 你面對的是一個真實的人生 那也 所以你拍的是各式各樣的人物 各式各樣的景物 你拍的可能是社會 可能是總統 可能是企業的老闆 董事長 然後也可能是流浪漢 可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 可能是勞工 對 你面對的是各種不同的生命狀態 所以所涉及的已經不單純是藝術 藝術這件事情 更何況藝術所談的也不單純只是美術 美術 這件事情 對 美術音響 旋律音響 旋律音響 對 都是藝術 對 那講到音響 其實這 就是最後跟你的音響 音響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現在所謂的音響可能就是CD 那現在更有MP 就是網路抓 我們YouTube可以抓到很多 就是數位音響 對 那這些音響是從哪裡來 又是從錄音來的 對 那錄音又是一個產生音源很重要的一個Point 所以錄音就有點像就是攝影拍照這件事 那錄音就因為它是一種很專業而且又是商業性的東西 所以這就跟你的器材 你的設備 你的技術 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你有好的器材 有好的技術 但是 你同樣的一個好的錄製 然後後製出來的音樂 你同樣要有好的美學 藝術修養才可以 對 那甚至 那一些好的藝術修養 有時候不是純 只是我們一般講的美學 這件事 還 這裡面還包括了一種 對生命 生命的理解 什麼生命呢 音樂的生命 自然界的生命 對 人的生命 然後甚至對於你自己生命的了解 對 對 所以 相對照到攝影 我才會說 攝影不單純 不是只是拍照這件事 對 它是一種思想 對 對 最美景 對 所以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其實攝影它不是像錄影一樣 它不是一定 對 錄影也是另外一種攝影 對 沒錯 拍照是錄影嗎 拍照 不是我們一般講拍照是比較平面 對 那錄影像 這個就是錄影 它是立體的 因為它包括聲音 對 那就是說 所以剛才有提到就是其實啊 呃 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尤其是後台 嗯 在劇場拍的時候 是人跟空間 我們可能要了解是 當時的不同角色的人 它跟空間之間的關係 它感受出來的它的情感 那當然因為攝影就是在做紀錄的時候 它不是錄影嘛 它不是一系列的時間 那怎麼去取決於那個片段 那個剎那空間 就是當然那也是跟攝影師自己本身 對於這個人在這個空間角色 反饋出來的東西 就是它怎麼去取決說 欸我就是要在這個剎那按下快門 還是等一下再按下快門 這個是就是說 是在它 呃 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 就是說 它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就是 比如說要去做這個 呃 劇場攝影的時候 是在旁邊的觀察 然後隨自己的心理想拍就拍 覺得說 欸剛好就是這個時候 還是說 看到他們在做了一些什麼動作 或者是一些什麼表演出來之後 覺得它的下一秒鐘 才是你想要抓住給它一時刻 呃 通常一般來講 除了自己本身的會根之外 憑藉就是經驗 那我自己覺得我拍舞台蠻幸運的 因為我自己平常是 就是做報導攝影 然後早期跑 我在雜誌擔任攝影記者 對 所以很多狀態 你會特別是在做幕後紀錄的時候 你我們常常講一回聲二回首 然後你第一次你可能面對的是一個心 你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演員或導演 或是一齣你不熟悉的戲 對 對 那但是因為一些日常 日常工作 工作的經驗 讓你會去 產生訓練出來一種 一種敏銳度 敏銳度 你可能會期待 你可能會心裡面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胸有成主 對 那我剛剛 攝影為什麼會有思想 因為你會先預設我想要 我期待會有什麼畫面出現 所以有時候你會等待 然後可能這個等待的畫面 說不定你在今天這個 兩個鐘頭的排練過程中完全沒有 甚至完全沒有出現 或只是接近 對 那有出現的時候 你如果你的敏銳度夠的話 它可能在出現的前幾分鐘 或甚至前一兩秒 你感受到了 你很自然的 你就會在那個時間點 按快門 那一般有一種習慣性的時候 就是所謂決定性的瞬間 但我比較不是去用 所謂決定性的瞬間去尋弄 這個你所想知道的那個時間點 我的意見 我個人的意見又是這樣子 我認為劇場拍攝的這個技巧是 在這個劇場中間 你認為它是節奏 masterpiece 它是節奏的時候 你採取最好的角度 去拍照拍下來 收影下來的這個場景 你記錄下來 這樣的一個整篇有系統的這個劇場的紀錄 我想是很重要的 提到一個其實是兩個重點 一個就主要是在拍劇照的時候 對 那一個就是說 你為什麼 就是那個節奏到哪一點 那相對於那個節奏 然後基本上你 你如果說 你之前有跟著 比如說你看過牌 或記錄過牌戲 對 那你會知道 下一個點會在哪裡 然後第二個 還有一個就是 你本來就對這個戲了解 那你知道 這一個段 但是因為我們很多戲都是改編的 它並不一定是全本演出 不一定是全本演出 它可能只是取 那個原來的劇本 或某一部小說的某一個階段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尋找角度 那尋找角度 其實在實際拍彩排 跟在拍排練場 尋找角度都是一個 對攝影者 都是一個常常產生一個 都是一個 有時候會是一個難題 比如說 你今天在兩天樂 不管在音樂廳或在 音樂廳開音樂 其實有時候比較單純 但是相對也比較難找到好角度 特別是開樂團 因為第一個你不能上台 但是戲劇一樣不能上台 因為它有觀眾席的限制 所以你要找好角度的時候 其實你的移動是不容易的 比如說你今天 對 但是有時候不一定會有 比如說 在一分鐘之內 可能有兩個好的畫面 但是其中一個好的 所謂好的角度可能是在 右台 右觀眾席 另外一個可能是你要到左觀眾席 那在這中間 因為你中間有 有椅子的主感 你不一定能夠在那個時間之內 做好移動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劇坦的一些 所公佈出來的劇照 是特別另外安排時間 我們通常叫Photel call 是另外安排拍的 對 他可能只是擺個Photel 或走某一個片段下去拍照的 而不是實際演出的 就是總彩排 順排的時候拍出來的 那一般拍劇照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 我說的一般所謂房金 我們聽音樂也有所謂的房金位置 那我所謂的房金位置 通常就是一般導演 他進了實際 實際演出場地的時候 他導演通常會在一個 一個選擇在觀眾席的位置上 那個所謂的房金位置 那你只要把三角架架起來 相機架起來 那基本上你大概都會拍到 不錯的劇照 除非你想要尋找一個特殊的 那特殊的通常是有 變成就是說你敗入了自己一個觀點 對 那在幕後的影像紀錄裡面 你就會比較 因為你的移動性 但是也未必 因為有時候空間小 你不干擾到 不干擾到排戲的時候 其實你也未必能夠移動 或是拍到你最想要的構圖 也未必 所以有時候這裡面 所以為什麼說 後台空間其實他的生命狀態是流動的 他是流動的 但相對於他的可能性 他的可能性也就比劇照來得到 而且對你講到 他的生命層次是很豐富的 他生命層次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相對性他也就有許多的可能性 然後相對於你就可以呈現你 許多個人的觀點 所以你今天拍照就 不是說你使用了什麼樣的 多少畫素的相機 重點就不在這邊 重點就不在 你是用了什麼器材 多少萬畫素 或者是使用筆片 或者是使用數位 重點就不在這邊 你使用這部電腦 現在輸入的畫面是變化的 自動 自動播化 自動變化畫面的 對 是 那請問你輸入 輸入這個畫面是有什麼裝置嗎 沒有 我就是今天想要呈現了幾張幕後的照片 然後從幾個戲 我拍過幾個戲的排列的幕後影像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檔案夾裡面 一個檔案夾 對 然後用幻燈片的形式 幻燈片 對 用史萊繡的形式 對 做呈現這樣 那因為這個Photoshop裡面 它有一個幻燈片呈現的功能 對 使用那個功能 幻燈片變 對 就早期我們早期在數位沒有呈現之前 我們現在數位的話都是用Monitor來做呈現 那早期就是用一台幻燈機 然後投影 然後現在有投影機嘛 14是一樣的 對 那麼你這個是隨身碟放出來的 沒有沒有 就我影像是存在電腦裡面 存在電腦 那你的這個影片怎麼樣存在電腦 打進去還是 你可以把比如說 輸入 因為我是用這台電腦做修片 處理 比如說我今天拍了一組照片 100張照片好了 那我就用這台電腦 就是處理這些照片 那處理好 可能100張 我拍100張 可能我只挑了5張 那5張我會 就是存在這個電腦裡面有硬碟 對 然後我今天來之前 我就從比如說10個戲裡面 然後有50張照片 然後我又選了30張 把它放在同一個檔案夾 然後藉著這台電腦裡面的半燈片功能 然後秀給各位看 對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是先放進那個 那個光碟 沒有光碟 因為我就直接在這部電腦裡面 處理照片 然後處理完我就存在 因為電腦裡面有硬碟 那當然你也可以 我這台電腦因為本身沒有光碟機 對 那你如果說有光碟機 你也可以使用光碟然後接到電腦 來做slideshow這樣 對 對 或投影 如果說你要跟大家分享的空間 有投影機 那你也可以把光碟接到投影機 或存到投影機裡面 接到 比如說現在也很方便 像有USB的那個隨身碟 對 那是普遍的 對 很普遍的 很小小一個就可以存在 然後你只要插到 你不是用那種的 不是 不是 因為我本身就直接存在 我是把檔案存在電腦裡面的光碟 光碟 硬碟裡面 對 對 我在懷疑 這個 你的影像 對 如何進去這部電腦呢 對 如何進去 喔 如何輸入 那簡單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因為我是拍數位 對 那我拍數位 我們不是有那個記憶卡嗎 喔 記憶卡 記憶卡 記憶卡就插到 插到 插到 記憶卡卡卡 USB3.0的那個 對對對 它有一個記憶卡的卡槽 插進去 然後就把它抓到 把記憶卡裡面 你所拍的照片 哦 儲存到 電腦裡面的硬碟 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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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處理完 你可以再存到其他的 外接的硬碟 或 USB的隨身碟都可以 只要你 你的儲存空間足夠的話 對 這樣 這個記憶卡很妙 對對對 先生還是用底片嗎 我 我現在 這部 MENOTA的日本 MENOTA MENOTA是很好的相機啊 MENOTA 這個 我還是用 F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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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還彩色 SA彩色 Color SA200 那個 36張 對對對 那很好啊 最延熟的那個 那個 底片 對 現在能拍 FUJI 現在能拍底片算是一種福氣 對 對 剛才看了很多張照片 大部分都是黑白照 對 就是 老師你特別提出 就是說你選的話是 你是用 有沒有 就是刻意說 在拍劇場的時候是 刻意用黑白照來表現它 通常我會這樣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偏好黑白 沒有錯 那 但是呢 其實 黑白也是彩色 只是我們一般人 一直說黑白黑白 對 那一般 比較容易啊 對 其實有時候黑白反而更難 因為這個 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們可以再看 對 然後呢 我先直接回答 這個 這件事 就是說 我 黑白彩色 我現在的區分是這樣 就是說 劇照的話 我就盡量用彩色 對 因為畢竟我們舞台演出是彩色 很少 沒有沒有所謂的黑 一般所謂的黑白 我特別強調 一般所謂的黑白 對 那其實黑白是彩色 而且比彩色更豐富 有更豐富的色彩 對 不是比較便宜嗎 蛤 不是比較便宜嗎 沒有 這個以後我們找時間再討論 對 然後 為了區隔 所以我劇照會盡量用彩色 來呈現 對 因為有時候我 接拍劇照案子 那我交稿就是用彩色 對 因為那就是商業上的需求 對 然後幕後的話 我就用黑白 對 那為什麼呢 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再留 那這為什麼呢 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其實 黑白不單純 只是黑跟白 不是一般我們所謂的黑白 對 對 對 其實黑白本來就是 黑跟白本來就是一個色彩 更何況一般黑白影像裡面 有兩百多個灰接 你可以呈現 在數位上可以呈現兩百多個灰接 兩百多個 所以每一個灰都是一個色彩 每一個灰都是一個色彩 對 我的前想是彩色以後白 就是從電視機這個角度來看 對 還有早期剛開攝影剛開始 發明的是黑白 對 對 那這都屬於比較 呃 其實對我來講它不只是 我們一般所謂的產生跟黑白 對我來講它不單純是技術 或者是美學的 或者是藝術的問題 就好像不單純只是我們今天在講 底片數位這樣二分法的問題 不是這樣 對 所以今天我們在思考攝影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面對幕後舞台 在幕後的紀錄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把我剛講的前面那幾樣東西 通通丟掉 對 通通丟掉 這樣你才有辦法進到攝影去 思考攝影這件事情 對 所以攝影不只是拍照這件事 對 但是拍照是攝影沒錯 對 OK 好 那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那今天就是這個第一梯 戲跟電影有不一樣嗎 有沒有印象說戲跟電影有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兩個 兩個藝術呈現 因為戲是瞬息 這一秒鐘跟 它就是一秒鐘就不見了 對 所以它必須要靠影像來記錄 對 所以以前我剛開始拍劇照的時候 我常常 譬如說那時候 給標語書雜誌 我常常 因為我自己偏好黑白攝影 所以我常常教黑白照片 對 但是我後來慢慢思考 欸 不對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般的所謂彩色 所以我後來就用彩色來交往 但是我私底下 我自己對一些特別有感覺的 會牽動我感情的畫面 我自己會另外處理一個黑白影像 那電影 電影它就是你拍了 它就在這邊 而且電影是可以一直NG NG重來 我也記錄過那個電影的拍攝 它有時候一個畫面 它是NG好幾次重來的 對 對 那甚至有些拍電影是沒有劇感的 對 對 好 那我第二次讀這裡就到了 好 那我們就今天掌聲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